再来是要写总词不移的移 移基的移 那么左边是一个错字步 右边是一个贵 贵人的贵 那么我们写是先从这个贵写起 那么这个字如果是这么宽的话 那这个左边的错字边 大概就是占这么一点 这里的位置 那么贵就写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两个点就分别在这两个一束的下方 再来是要写错字边 这个部位 那么古代的错字边 它可以写两个点 第一个点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点稍微出来一点点 再来是写一个像阿拉伯数字一样的 三的动作 从这里上去以后 弯下来 做个一纳 从这里拉出去 拉出去的地方 刚好在这个点的这个位置 在点的下方 这里拉出去 再来是写一样的 再来是若 若这个字上面的草头 它是用两点一横来写 那这个点它是这样 再来是一横 两点一横就是草头的意思 那从中间这一笔先写 再来一条很长的横线 中间要稍微细一点点 两头稍微粗一点 再来是这个一个口 这口在这个的这样对下来 在这个下方 那么它的底部呢 就跟这一片的底部一样 从左肩行过来以后 折过来 然后这一行就垫在它的底下 再来是柱 若柱平水的柱 左边是一个三点水 三水是一点 第二点稍微靠左边一点点 第三点在它的下方 跳上去 它是成这样的一个排列的方式 在这一点 在这一点是跟这第一个点 同高 第二个 一横线是在这第一个点 跟第二点之间的位置 第二条横线要稍微短一点点 包夹在中间的线要短一点 那这一束在这个点的下方 那么上下两条横线比较长 中间比较短 那在这个部位呢 稍微短一点 这边长一点 也就是这一束呢 在这个横的稍微偏右一点点 也就是右边的空间小一点 左边空间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瓶子的瓶 瓶罐的瓶 那么我们把它画一个中心 左右合并的一个界线 在这个地方 那么左边是一个并 一个短横 再一个横线稍微长一点 那么都是到这个合并的这里线为止 第一条线 直线稍微有一点撇出去 第二条线是一个垂直 底部是做垂陆的 那再来 这个是一个斜的动作 在这一条横线的上方一点点 这个地方 弯钩上来 然后在中间 再來是要寫這個水字 從中間一竖下來,先寫 再來是寫這個左邊的這個條 到這裡折過來,一撇 然後再下來是在這個地方 它轉折點是不一樣的 這個左是到這個地方來 它這裡一那 它這兩個的交匯點在這裡 這兩個交匯點在這裡 稍微上下有一點點錯開 再來是寫這個九 數字的這個九子 先從中間這一筆先寫 一、二、三 三個轉折 一、二、三 三個方向 再來從這裡 上去以後 轉折 一個彎勾 往上一勾 轉折的方式是 一、二、三 一、二、三 再來是歲 歲月的歲 這個歲就是我們現在比較長寫的這種歲 所以上面是一個紙 那麼從上面往下寫 左肩行 那這樣一、二 一、二 再來從這一筆先寫 我的習慣是這一筆先寫 再寫兩行線 一行 第二行稍微長一點 寫一個哨 第一個點大一點 第二個點就接在這個一束的旁邊 然後這一片在這一點的下方 不要超過 好 再來是從這一束的旁邊這裡 做這個歌 一撇 這一撇 剛好跟這一撇 是平行的 再來在這個位置 這個空缺這裡 點一個點 л營 不了 二 Spoils 到 再来是落 这一个草头 那么这个草头写的时候 稍微偏左一点点 我在这里画一个线 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的左右两边先写草头 一 二 那么这边是左肩横 那一个撇过来 好 那三点是在这个草头左边的下面 一 稍微偏左一点点 二 在下方 挑上去 那这个部分 是在这个撇的旁边 这里接 口呢 底部在这里 跟这个点的底部一样 那这个地方呢 尽量不要跟它碰在 黏在一起 虽然在贴上面 它是黏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最好有一点点间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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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是頭髮的髮 那麼我們把它這裡畫一條線 分割成左右兩個部分 那麼左邊的部分稍微短小一點 右邊的部分稍微大一點點 我們從左邊的部分來寫 稍微短一點、小一點 稍微短一點去下面要留一點空間 那麼再來是右邊的這個部分 這裡有三撇 第一撇 第二撇 第三撇 那它這個邊上是這樣子 這樣排列過來的 所以一個比一個大 那再來這一橫線 是在這個的頭的下面這裡 基本上還是跟它平行的 那從這裡 彎到它的下面去 彎到這個點的下面 那這裡一那 所以右邊這個部分 會看起來稍微大一點點 一個點在這裡 右邊這個部分稍微長一點、大一點 左邊這個部分稍微小一點點 對 對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的 這個部分稍微小一點點 那是 再来是这个柱 这单人旁一个组 比划很简单 那么单人旁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来写它 一片 一束 在一片的中间的一部分 摆放这一束的位置 大概就这么长 在一点是跟这个一样齐 再来一横线 是在这个的 一片跟一束交接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一束的起头的地方 写这一横线 在中间这一横短一点点 一束在一点的下方 再来是一横 再来是要写这个西 西方的西字 西是一个比较扁的字 所以我们不能给它写得太高 那么这个第一条横线 就大约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不能写得太高 第一条横线就是这么长 再来洗下这个框 要比这个横线稍微再宽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 折过来以后斜斜的折进来 再来是两束 好 再来是一横线 从这里封起来 封起来是到这一束的边上 这里 让这里稍微有一点突出 再来是这个金 金层的金 那么这个金骨字在中间的这个口当中 有一横线 也就是它要写一个约子 一点 一横 下面这个约就是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宽度 在这个跟这个的下方各摆一个点 从这个对这个 这个对这个 再来要写这个龙字 这个龙 我们把它从中间划分一下 两边合并 就是中间这个位置来合并 好 我们现在先来写左边写起 左边先写一个例子 好 到这边为止 那么两点在这一横的下面 再来这一横就稍微长一点 底下写一个肉 再来在这一横对过来相应的位置写一横 在这个地方立的这两横之间写一处 再来就是这个部位 那这一树在这里 下面这一树稍微靠左方一点点 靠左一点点 到这边弯过来 做一个勾 在这里平均的三条航线 上面三条航线是左肩横 小小 第三个稍微大一点点 小小大 这样子来划分 这么大 再来是龙心字的心 心字高性的性 那么这个字的写法 我们是从中间这个铜 才开始写起的 中间这个部位 先写 一个铜 再来补这旁边的笔画 跟它一样高 这个 再来一横线很长 中间稍微细一点点 两头稍微粗一点点 再来是这个范围之内 往内缩一点点 来做这两个点 从这里往内缩一点 这样撇出来 那这个 也是一样从这里 点出来 简单讲 它就是这个 就对着这个铜的这一树 这个对着铜的这一树 一样先写这个铜 非常当然 对啊 非常年轻松 لو 好,再来是写寺庙的四 这个第一横线是做一个左肩横 那这一竖稍微有点斜 再来是这一横相当长 中间一样稍微细一点 两头粗一点 那再来是这一条横线 这条横线它所取的间隔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这个间隔小一点 这个间隔稍微大一点点 再来是要写虫 虫前的虫 那么这个虫是一个双人旁 那么双人旁就在这个位置来写 先一个短的纤 短左再一个长一点 再来是一束在中间的部位 一束下来 好,再来是跟它一样等高的位置 先做这两个点 再来是这一横线 这一横线的位置 就是这第二片的这个位置 对过来 那么这一样两个点往内 再来是这个位置对下来 好,再来写这个生 生,生是一个单人旁 一个针 好,写完之后 这个针写这两点 再一个框框 这一束从这里下来 就对了 这两点中间空白的这一束对下来 这一横这样 垫在最底下 好,再来这个约 稍微偏右一点点 好,再来一束 再来是这个路 这个路 就是路取的路 上面加一个竹字头 从上面先写起 第二个,依法炮支 但是这一笔稍微往左边 往左边写过来一点点 那这个第一个竹字头的下面 先写一个金 那在这个点的对过来 相对的位置写一横 一束 再一个横点 再来是在这个位置 拉过来 一条比较长的线 这一条横线 经着第二条横线的这个位置 拉过来 再来写一束 带一个钩 稍微长一点点 那两点就在这个位置 外面在两点 稍微大一点点 尤其是最后的这一点 可以写的大一点 下来一点点 那这一点在这里 相对的这一点 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这两个点看起来比较小 这两个点范围 就你看 这个大的多了 这个小 这个大 反正是靠外侧的 就是说这个是内侧 这是外侧 外侧的点 都可以稍微写大一点点 这一句是内侧的 但是这一句是内侧 是内侧的 这个是内侧 就是内侧的 这种不得的 在内侧 在内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